那咱们接下来这张呢 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 是文本三件课之一的 咱们叫awk这个工具 那文本三件课咱们已经学过的前两个 一个是grip 一个是sad 学过了 这是第三个awk 那awk大家可以看一下本章的内容 大家注意到这些内容 是不是就是我们跟前面讲 那个share编程的时候 用到的好多概念 所以awk是一门语言可以认为 所以我们要花一张时间 给他介绍一门语言 学门新语言 等咱们整个课程结束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学了很多种语言 很多软件 都是自身的一套独立的语法 自己独立的一套语言 先来了解一下awk的功能 它的工作原理 那后续我们来看这些用法实际上就跟脚本是类似的 也有什么循环条件判断速度 函数都有 首先awk这三个字母 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三个人的姓名 它是三个人开发的一个软件 它的功能是用来实现报告生存器 那awk在咱们系统中 曼帮助里面 它写的很详细 大家看 注意我打开曼awk 这打开的是gawk 因为awk历史悠久 它有很多种版本 那我们目前在Sentos系统中用的awk 实际上是gawk 其中的awk的一个版本 为什么叫gawk呢 它是GNU项目里面的 对awk程序语言的具体的一个实现 那换句话说awk这种开发语言 有很多人针对这种语言开发出了独自的产品 gawk只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它是符合Postigate的标准的 在咱们的Sentos系统中 是默认用的是这个gawk 它的功能是用来实现模式扫描 以及处理的语言 看到了吧 那awk的主要功能在于格式化显示文档 或者打印报表 这是它的主要功能 那换句话说awk它强大在 就是把你必要的一些文本的内容 按照你希望的格式进行输出显示 甚至打印成一个报表形式都可以 因此awk经常用于处理各种文档 比方说处理各种生成的日志信息 从中分析挖掘出我们关心的必要数据 打印这个报表 就是awk的主要功能 当然awk刚才提到了 它有很多种版本 那比方说有newawk 叫nawk 还有JU项目里面实现的awk 指向到gawk的软链接 所以我们目前在sino系统中 我们用的awk是这个gawk JU项目里的awk程序 那awk的命令的基本使用语法是这样的 awk命令后面跟选项 注意这儿跟程序 这个程序就是awk语言 awk语言 这个语言是比较复杂的 这种逻辑关系可以根据你字的 你的生产需求来定制这种语言 从而实现特定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写awk的时候 比较复杂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写它的逻辑处理 语句 awk语言主要写在这儿 可以想象awk既然是三个人开发的程序 你可见它的功能应该是很复杂的 大家都知道内核才是一个人做的是吧 另当时它一个人做了个内核 然后这个软件仨人做 从这个表现上也确实发现awk肯定是不简单的程序 当然这个是不太合适的一个比较 当然也大体上也能体现出来awk的功能 awk它也支持变量复值 这个变量复值可以直接在awk命令中来指定 然后后面跟上你要处理的文件 可以写多个文件 写多个文件 那其中我们处理的这个程序 可以用单元号引起来 但是呢 由于这个程序有可能会比较长 逻辑性如果复杂的话 这个代码会非常长 因此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把这个处理的程序代码放在一个独立的文件里面 用-f去调用它 这样的话 咱们每次想访问固定的一段程序代码 咱们就不用在这啰啰嗦写好多遍了 写到文件里面下次一调用就完了 大家应该想起来我们前面学过好多命令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f选项 调文件的 你们还能记起来哪些命令 用到了类似的这种选择吗 sad里有没有 sad里面也有类似的是吧 还有什么来着 你看咱们学的file面领有没有 file面领是不是有一个f的一个选项 file面领是用来显示某个文件的类型的 但是如果你想查看的文件很多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些要查看的文件 全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把这个文件名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用-f一调用 它就可以批量的读取这个文件里面的文件列表 判断文件列表中具体哪一个文件 什么类型 这不一样吗 这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f咱们前面用过 有些工具都是支持的 awk这写的是程序 所放的一个文件 好 那么其中这个program这个程序 它可以有这种表现形式 这个实际上是一段program的一个例子 begin action pattern action end action 那稍后我们来解释一下begin end中间这个pattern什么意思 那awk在用的比较全的情况下可能会包含begin代码 end代码以及中间的pattern代码 那program它的使用一般是推荐用单引号 当然也可以用双引号引起来的 就是说中间这个代码要放到双引号或者单引号里面 但是一般我们建议用单引号 不要用双引号 用单引号不要用双引号 因为双引号在咱们的里面 又会被某些语句用到避免冲突的话 避免产生混淆 一般我们都是在外面用单引号 里面在用双引号 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关系 那awk的处理机制 有点像咱们前面学习的setminning 大家记得setminning处理文件的逻辑 它是怎么处理的呀 它是读入一行 然后根据它是不是有什么空间 什么空间那张 模式空间 还有一个叫保持空间 两个空间来回切换进行处理 处理完以后 它自动的是不是就读入第二行 那系统自带就循环 自带就把文件的一行读入 然后处理完 再读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这么一行处理 那自带循环 那awk从这点来讲 和set是基本一致的 它也是自带循环 它自动的读入一行 读入一行读入一行 进行处理 但是它在读入以后 这个行的区分怎么是行啊 那set里面没得选 那就是回车换行送一行 那但是在awk里面 它怎么叫认为一行呢 这是可以人为指定的 我认为什么作为行的分割服 这是可以人为指定的 换句话说 行的分割服不一定是回车换行 比方说我认为空格作为分割换行 就是行的分割服也可以啊 我认为分号作为行的分割服 我也认为也是可以啊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现在要树立一个概念 在awk里面 他认为这个行的分割服不一定是传统的回车换行 也可能是你自己指定的某个特定的分割服 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既然是行一般都认为回车换行是五行的分割服 至于这两个我们稍后再提 这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那么他每次也是跟赛的一样 读入一行 然后进行处理 处理完以后再读入第二行进行处理 他一行上处理 逐行处理 那当我假设这次我把第一行读进来了 这行读进来了 读进来以后 他可以根据你指定的分割服 把这个行切割成若干字段 诶大家看到切割字段 是不是就想起了我们前面学的卡特命令 对 所以awk将来我用什么切割成字段 这个是人们要指定参数的 就类似于卡特里面 我们有一个杠地选项吗 要指定用什么作为分割服 对不对 切割成一个字段 这需要你指定 那切割成若干字段以后 每个字段 它系统会有一个变量来分别表示它们 那分别对应的这个变量 这个大家以前见过 dl1代表第一个字段 切割出来的第一个字段 这是dl2 dl3 一直到dln 注意它是从1开始的 可不是dl0开始 从1开始 当然它dl0也有含义 dl0代表着整行 对这个变量是系统自带变量 换句话说你只要人为的定义 自断的风格符 就是自断的风格符 一旦定义完以后 它就知道谁是dl1,dl2,dl3了 它给切割完了 所以AWK它内置的这种逻辑关系 非常有助于我们处理这种文本 尤其这种列非常明确的情况下 而且AWK默认它认为切割列的字符 它认为是空白符 空白符 这个空白符包括空格 太宝件都算 而且个数不屑 比方说你连着的好几个空格 它认为是一个风格符 所以我们以前曾经用TR命令 把那些什么一个一个的空格 压从着一个 在AWK眼里不用干 不用这么做了 因为它认为多个空格 在它眼里它认为是一个风格符 所以AWK处理一些文本非常方便 这不这么烫吗 都爆炸了我感觉都 这电池这么烫 今天34度已经突破 今年的最高温度 往年最高温度 至少今年好像还没达到这么高 好了 刚才我们已经大概描述了 AWK的工作原理 还一行一行处理 当然这个行的风格符 和咱们说自断的风格符 这个人为 有可能你需要去指定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了解 第一 行 第二 我们也可以叫列 行 行 无非就是早期就是回车换航算一行 但是 在刚才我们描述过程中 AWK的行有可能不是回车换航作为 行的风格符 有可能你自己指定的一个风格符 作为行的一个区分的 所以我们在这叫行 有的时候并不是感觉和我们平时用的行 感觉不是一会事了 所以行呢 在这里面我们用另外一个称呼 有的时候比较合理一点 叫记录 叫记录 那这个记录英文单词是record 经常在数据库中用到 大家在exert表里面横行纵列很明白 那其中一条就是一行 咱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叫记录 叫记录 那在AWK里面 我们称为记录更合理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称为一条记录 但是它有可能并不是一行 那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说 A 冒号B 我如果是这样 我认为冒号是作为行的风格符 这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如果认为冒号是行的风格符 那就意味着第一行是A是第一行 听懂了吗 B是第二行 C和D是第三行 听懂了吗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奇怪了 一般来讲咱们算是这算是一行 对不对 但是由于我们定义说行的风格符是冒号 所以这时候呢 C和D CCDB反而算一行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叫行感觉不太合理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记录比较合理一点 通常来讲这两个是等价的 通常来讲是等价的 所以我们叫记录比较合理一点 这算是一条记录 这算一条记录 这算一条记录 当然那一条记录 就像一个色表的一行一样 咱们中间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切割成若干的列 若干的列咱们就叫子端 比方说具体在这儿 我们可以认为空格作为自端的风格符 比方说 我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分 我这样分那就意味着这算是一行 或者这是一条记录 这是一条记录 我们用冒号作为 冒号作为行的风格符 那这算一条记录 这算一行或者一条记录 那其中我们规定 冒空格作为自端或者列的风格符 所以这就算第一个字端 这是这一行的第二个字端 听到了吧 这也是第一个第二个 当然这个呢 这个怎么算呀 这算是第一个字端 第二个字端 第三个字端 这是第二个字端 到这儿 听到了吧 因为我们规定冒号就是空格作为风格符嘛 只要不是空格 我们是不是都是认为一个整体 对吧 这是第三个字端 听到了吧 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称呼上 虽然大体上一般我们都是认为行和记录是相同的 但是在特定场合下有可能这两个就感觉不是一致的了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混用这个概念 用的时候大家要搞清楚我们的说的是什么 行记录 这个呢叫列字端或者也可以叫域 对应的单词呢 对应的单词呢 是Field 或者有的时候咱们叫属性 这些都是在我们平时称呼行和列的时候常用的名称 这个行呢实际上也有登英文单词ROW 这个列呢也是Colio Colio 它有专门的英文单词来表示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AWK的实现 它在具体实现的时候 AWK的实现过程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它去把第一行读入 在读入之前 有可能我想在读入第一行之前 我就想做点事 甚至有的时候 我还想把所有的行都处理完了 最后再做点事 这个就要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语句了 begin和end 所以咱来看这个页面 第一步他先执行begin中间的这些动作 这个动作和文件没有关系 就是他连文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开始执行begin了 那接着begin代码执行完毕以后 他开始把文件的行 一行行读入 读入完了以后 执行里面的action动作 根据他里面的动作来一行一行执行 直到每个行全都处理完 最后整个处理完以后 再执行一个叫end的动作 听懂了吧 那这两个在什么场景下会用到呢 begin经常用于打印表头 大家一看 你打一个表格 表格最上面一行 是不是一般是表头啊 你想这个表头 是不是我打印表头的时候 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去处理文件内容呢 现在还 所以他就是先begin先打印表头 begin经常用于打印表头 end呢 是把所有文件已经都处理完了 那end干嘛用的呢 end往往用来干嘛 做汇总用 比方说我要统计一下 这个表里面的所有 学生考试成绩的总和 你想我要算总和 我得把这文件全读完 我才能知道加起来多少吧 对不对 所以end呢 经常用于汇总用的 汇总 好 这就是大体上EWK的实现原则 那其中begin和end 这不是必须有的代码啊 可以没有 这些有的时候是可以选择的 只选一部分 只有一部分也是可以的 大部分情况下中间这段代码 patter action 这是我们真正的最重要的一段 这部分 但是这部分也不是说必须有的 比方说我光有begin 那中间这段代码是可以缺少的 所以刚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这个格式 那有的时候我们光有这一段 或者光有这一段 那当然光有这一段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这一段是不是要依赖于前面的文件啊 对吧 所以一般来讲可能光有这一段 光有这一段或者光有这样的 听到吧 一般是这样的组合的 好 那 其中我们也研究一下这个program 这是最关键的内容 这个program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有可能组合是有三个语句块组合成 begin pattern end 这三个语句块组合成 而其中它这个语句块里面最关键的 有两个 一个是patter和action patter是action 这两部分它实际上就是program的组合 也就是关键的这部分内容 patter加action patter加action 那patter是模式咯 那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满足patter的模式条件的时候 我就将执行里面的action动作 那刚才提到了它每读入一行 这行要不要处理 那我就要看我这行满足不满足 这个patter规则 有点像咱们grip过滤 grip不是所有行都显示 它是不是只把那些 满足grip后面跟的那个模式里面定义的那些规则的行才进行过滤显示 它这也一样 AWK它会根据你这个patter定义的规则 看你这行满足不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呢 我就执行里面的action 如果不满足呢 那这行就过去了 那下一行 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AWK自身就带了过滤功能了 它是可以这样的支持的 但是这个patter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 有可能有两种特例 就是begin和end 那action就是对文件内容的处理 比较多的就是print和printf 就是打印它里的内容 显示它的内容 刚才我们提到了分割行分割列 其中我们看到有$1-$2-$N 这是分割一个一个的字段 一个一个的字段 或者叫欲 那当然这个分割符是什么 你人们需要通过一个参数 通过一个选项来定义 $0的话刚才说过 它是代表所有行 所有欲就是所有字段 那字段的组合 就是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行 那文件的每一行 咱们称为记录 当然这个地方的行 你要搞清楚 这个行时间准确的时候 不是回转化行 不一定 不一定是回转化行 有可能是用你自己定义的某个字符串 或者某一个字符来作为分割符的 那这个action可以省略 在有的时候action可以省略 省略的话默认相当于执行了这个动作 print$0 什么意思 print不就是打印吗 到了零是不是就是整旁啊 那末日情况就是把整旁给你显示出来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EWK命令的基本语法 现在我们大概了解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比方说这个命令 EWK后面如果我直接跟一个所谓的它的程序program EWK代言号引起来 刚才我说了里面要带代言号写一个program 而program呢它有两部分构成 一个是pattern一个是action 那pattern和action之间是有有一个大括号分割的前面是pattern后面是action 当然这个pattern如果不写也可以不写的话呢就是默认多笔配文 你可以理解成那我都没有定义过滤规则那不是所有行都满足要求 对不对 那中间可以写上action action呢比较常见的就是print命令 print命令就是打印字幕串 当然我可以人为的打印任意的你指定的字幕串 那咱们现在来实现一下 比如说Hello World吧 EWK也是一种语言嘛 对不对 好嘞我们也意思一下是吧 AWK Hello Hello AWK Hello AWK 好但是呢这个命令能执行吗 大家看卡在这了 干嘛在这 等你键盘输入 那换句话 AWK实际上它不仅是处理文件 它也等可以处理你的标准输入 所以你看我现在输入一行 我随便输的啊 看什么意思 输一行 好像和你这输入没什么关系是吧 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啊 他是干了这样的一个事 后面相当于你没有写文件 没有写文件 他就读取键盘输入 就把这一行给读进去了 读进去以后 这个他默认确实就是一行 结果读出一行以后 你干了啥事啊 就是打印Hello AWK 那既然是打印Hello AWK 和我行的自身的内容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就 你说什么 他就把这打这一行 说什么也打印这行 说什么也打印这行 因为你这打印的 是个固定字符串 所以你和当前这一行的内容 毫不相干 就带来这个结果了 当然如果我们后面跟一个文件 那你猜猜结果是什么 那他是不是就是读入一行 打印啥 Hello AWK 读入一行 那是不是也是和这个文件内容 毫不相干 那这行有几个行 他就打印几遍 EWK Hello AWK 对不对 但是这个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那我们固定的打印了这个字符串 好 既然大家注意到 既然这儿可以标准输入 它是读取键盘输入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 重定项 来解决这个标准输入问题 那比方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玩 那和刚才这个效果一样不一样 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AWK不仅可以处理文本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于管道 处理一些命令的标准输出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AWK在进行打印的时候 你里面也是可以带有一些 比方说特定的字符 比方说回车换行 那这个用法和我们前面曾经学习的Echo 是不是非常像 换行之类的都可以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beking代码 beking 那这个beking在这就来可以看一下 你看如果我直接回车这个地方 他要等待减盘输入的 因为他理论上是读入一行处理一行 读入一行处理一行 所以你必须要等待你输入那一行 然后再处理 因此如果我不想处理文件内容 我只是想处理显示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那就可以用beking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直接就打印这样的字符串 但是后面没有写对文件的处理 相当于这个就是只打一个字符串而已 因为我们后面并没有跟任何的 这个pattern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处理 那写了beking呢 beking我们说过beking是说 在读入文件之前处理的动作 所以它不依赖于文件 直接就可以进行打印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beking呢 还可以做点别的事 除了打印字符串 我们甚至还可以做数字运算 比方说我可以2来一个指数运算 2的十字方 看到没有 1624多么熟悉的数字 加减乘数都可以做 这个地方是可以可以做的 还可以做数字运算 当然这个AWK简单的功能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稍微实现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PASS WB 这个文件大家比较熟了 里面放的就是每个用户的信息 而且它也是回车换行 作为行的封割 然后每一行里面存的就是一个账号的信息 而且每个用户的一行里面记录了冒号隔开的好几个字段 大家记得第一个字段放的是什么呀 用户名对不对 第二个是就是个X码 密码 第三个是UID吧 第四个是GID 还有什么描述 描述 然后加入录 是一些类型 对吧 有很多 就这些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从中挑选出我们关心的一些内容 我们用AWK来显示啊 比方说以前我们曾经用过CUT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CUT CUT命令 比方说我想挑第一列第三列 以前的话咱们是不是就这么写的 对吧 那这个表示用冒号作为行的 就是里面我要挑出几个字段来 那字段的风格是用冒号作为风格服务 那挑第几个字段呢 第一个字段以及第三个字段 那就是用户名是UID 那这样的话就取材了 那现在我如果用AWK来做的话 那就是这么做 AWK 我们需要指定字段的风格服 需要有一个选项来执行-F -F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Field 还记得吗 Field不是U吗 U就是字段吗 刚才还记得吧 我这本写的吗 所以-F你要用什么作为风格服 冒号作为风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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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呀 我接着我要去里面读入一行 前面的Pater是空的 Pater是空的 意思是我每一行都要处理 那里面要干嘛呀 我要打印 打印干嘛呀 我要打印 用冒号隔开的第一个字段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第一个字段用Dollar1表示 第三个字段用Dollar3表示 冒号隔开 看是下了 看了吗 但是他打印出来以后 他默认这两个字段之间的空格隔开的 注意到没有 他是自动的用空格隔开的 那如果我们换一种我也可以 Dollar1Dollar3如果中间不写豆号 这会产生问题 就混一块了 明白了吧 混一块了 所以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好看的 那我们可以人为的 加一个字符把它分割开 比方说我就像Cat一样用冒号做分割符 那也可以 需要加引号 记住了 在AWK里面表示字不串 那么就要需要把这个字不串 放到双引号里面 放到双引号里面 而Dollar1Dollar2不需要加 因为人家表示是个变量相当于 变量 这个冒号就是个普通的字符串 所以需要用双引号引起来 看可以了吧 隔开了 那有了这个 我们想起来我们曾经以前执行过的递谱 现在我想把分区的利用率取出来 D幅 D幅 结合AWK 非常方便 当然D幅命令 我们是不用管道给你传 传给AWK 当然这个地方 分割符-F 用不着 因为默认AWK的分割符就是空白符 大家看 这些空格也算空白符 而且几个空白符它也算一个 所以就不用指定了 我们只需要在这写打印就行 当然我们要打印分区利用率 这是第几行 第几个字段啊这是 1234 是不是第五个 好那我就Dollar5 但是我想把第一列也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把这个Dollar1也显示出来 明白了吧 好看一下 大家发现没有 对AWK来讲以前我们要实现的 挑第五个字段 以前是不是用CR TR命令还曾经压缩过空白行 就是空白字符 把好几个压成一个 再去用空格作为风格符 现在用不着了 多方便AWK AWK天生的优势是吧 那是不早说呀 你不经历痛苦怎么珍惜目前的幸福呢 那你现在就好好学AWK了 好 你要知道你要想过得幸福一点 你得先吃苦 因为你只要吃了苦了 你才知道一些基本的工作原理 包括它的底层的一些细节 将来你才能会用这些自动化的更方便的工具 当老板也不是说天生就是当老板的 但是也从底层有时候有点干出来的 所以我们后面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干嘛 最终目标我们要实现自动化原委 但是实现这个过程 这个目标之前 我们是不是还得掌握一些机会工具 还得掌握 好 那你要是说了 我这自动化原委还用不着这些命令了吗 那么上来你就点菜单 是不是点鼠标就行了 哪那么简单啊 对不对 你这些底层都不会 老板不踏实让你去点菜单啊 说不定你想点哪去了呢 确实是啊 就是有些大公司 尤其是 它那个运维工具都做得非常好了 确实有些情况下 作为运维工程师 有时候工作也很轻松 很多情况就是点菜单点鼠标 有些命令都不敲了 有的时候 但是你要真的走到那一天 走到那个阶段 那前提你得掌握一些大量的基础命令 基础工具还得掌握 才能有机会 人家才会给你机会 让你去点鼠标点菜单了 好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用法 $1 当然这个斜杠T呢 就代表着什么意思 就是Table键 Table键 这个echo不也有这种用法吗 所以是一样的 那比方说中间我的分割符 就想用Table键把它分割开 看 Table键分割 看到了吧 这个地方的双引号 是不可以去掉的 因为这是有表示Table键的一个用法 所以必须要加 是吧 Table键 当然大家可能说还是对不起是吧 对不起 我们有办法对齐 Pret还有一个命令叫Pret F 它是可以让我们列和列之间对的整齐一些 好看一点 这是我们看到的基本的EWT的一个简单用法 至于其他的用法 这些都已经大家比较熟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显示FT FSTB文件 倒数三行 对吧 去挑它的第二个字段和第四个字段 还记得这个文件的第二个字段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段放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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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举例子 是跟 挂材点 对不对 第四个字段 挂材选项 挂材选项 你们专业点好不好 别说default 人家就让你描述的 你说default 那什么玩意儿 人家知道你说啥 你专业点 你说挂材选项对不对 这个面试的时候 你就得跟人聊得清楚 你不能说你自己明白 人家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那不是白炸吗 对吧 当然你说什么我懂 那你跟人说的时候 人家不一定懂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WT的变量使用 变量使用 那EWT它的变量 因为我刚才强调 EWT本身是这种语言 所以它也像我们前面学的 那个bash一样 它也支持变量 而且它的变量 也支持内置变量和自定义变量 在bash里不是有系统自定义 自带的好多系统自带的变量 就内置变量也算 比方说什么PS1 PS2 PS3 咱们都用过了是吧 还记得吧 PS PS1 PS2 PS3 这咱们用过的吗 内置变量 好 那除此之外 系统也可以支持自定义变量 那咱们先来看看系统内置变量 内置变量 有几个比较绕啊 先来看第一个叫FS S FS 那F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域 就field的那个端子 那S呢就是分割符的意思 separator 分割符 就是自断 说白了就是自断的分割符 它的作用等价于我们刚刚学过的-F选项 不过FS是个变量 这个地方用的是选项 它俩功能是类似的 所以像刚才这个写法 咱们可以把它用FS变量来实现 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是用选项的功能实现的 咱们现在用FS 不过呢FS由于是个变量 所以它必须要跟在一个V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后面 由于变量是一个要复值的 所以我们要冒号 听懂了吧 我们现在对变量复值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去显示一下它了 看一看 大家看效果是不是一样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把这个文件读入一行进来 读入一行进来 你也不是要打印第一列和第三列吗 那咋叫第一列 咋叫第二列 咋叫第三列 你用就有列的分割符吧 这个分割符是什么 冒号 对不对 所以它就用冒号切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字段 切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列 那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二三这些列的打印了 这个无非就是用变量来实现的 这个变量这样用和那个F选项功能一样 你说那干嘛非得要蛇 这么麻烦啊 我干脆跟F冒号都省事 你这个冒号这样写 如果从这个例子来讲没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我们将来想实现的是列和列之间 在进行输出的时候 大家看它默认可是用空格做输出 空格符的 它没有用冒号 我就想把它切割的时候 显示出来的时候也是用冒号 如果我们这我们这可以这样写 可以这样写 可以这样写 但是由于我们本身FS这个变量嘛 因此我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掉我们变量了 听到了吗 那变量是啥 我这是不是就用什么作为风格符 但是你看这现在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FS是个变量 没错 但是它可不带Dollar 不像Bash里面加变量 要用变量大部分地方要Dollar 这个FS呢 它本身就是个名字 不用加Dollar 不需要加 不需要加 对了吧 你看 如果用FS这个变量 那就意味着后来在代码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调用这个FS变量了 对 你要用冒号是没法调用了吧 你要用-F那个选项 是不是就没法调用了 你这样是不是就没法用了 对不对 那要不你就只能手写了 那你写上冒号 这样就不灵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这个东西又是自动生成的呢 比方说我前面也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吗 然后呢 能明白吗 这啥意思 对这个是Bash里的变量 这是Bash里的变量 不是EWK的变量 这是在我们share里面的变量 就传给EWK上EWK来用 听懂了吧 你看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这样做 你说这个地方就尴尬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啥呀 因为你这是随机有可能是根据情况复制的 对不对 这是不是这样写就不合适了 这写死了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刚才说的FS 那个变量更合理 -V 这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写了 当然这里面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刚才说的FS 当然了这两个有点混啊 这个FS是Bash里的变量 而这个FS是EWK里的内置变量 这是两码事儿 别给搞混了 只要是我们通过share里面的变量 给传到EWK上EWK来用而已 比方说我们加以区分 我们小写字母吧 这样的话当然看清楚 这不就行了吗 那这就到了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一样的 所以这个FS变量它是很有意义的 它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改变它 是个变量 非常灵活 想指定多少就可以变 在里面的代码中是可以调用这个变量的 好 这是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变量FS 当然FS是用来实现读一个行的时候 我要搞清楚谁是第一个字段 谁是第二个字段 因此这个是对读入内容的分割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输入字段分割譜 它是把你的文件读进去 然后用你这指定的分割譜 把它切割成一个字段一个字段 所以它是读入内容的切割 但是我们发现在输出的时候 如果我们默认这个地方用豆号把它隔开 大家注意到它输出的字段分割符是什么 那我这故意再加一个啊 然后到这五八 到这七 好 大家看它默认输出的时候 它可没有用你这的分割符做切割 它是用空格作为分割符切割的 那现在我就希望 输出的时候这个字段和字段之间的输出分割符 我希望自己认为指定一个 那也行 那就是我们定一个输出分割符 那就是OFS O你应该猜到了就是output 输出的时候 那它不是也是一行一行的吗 那其中一行里面是不是也是过干字段总而成的 那每个字段用什么作为分割符 默认是空格作为分割符 我也可以人为指定某一个作为分割符 比方说我认为冒号作为分割符 这是不是就实现了 这叫输出的分割符 看到了没有 这个是输入的分割符 这叫输出的分割符 输出字段输入字段的分割符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例子 那当然字段 咱们可以指定分割符 刚才说记录 怎么算一条记录 怎么算一条记录呢 那这个记录也可以定义分割符 当然通常来讲 咱们系统默认是不是回车化行算是一条记录 这是默认的 但是咱们也可以认为 不用回车化行作为记录的分割符 也是可以的 咱们说我们用自己指定的某个分割符 例如咱们说我创建一个文件 这已经有内容了 删了啊 A B C 或者换个行 B E F 好随便写一个 这样 显示意见这个文件 它是分成了三行 但是我认为现在认为 我不认为这回车化行算是行的分割符 我可以人为指定 某一个字符作为行的分割符 比方说我们可以认为空格作为行的分割符 那行的如果是空格作为分割符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算一行 B算一行 C和B算一行 听懂了吧 它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那比方说我们来看 AWK F1 我们要指定行的分割符 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变量 内置变量叫 这个变量 RS R是record S就是分割符的意思 record 分割符就是字段的分割符 字段的分割符 我们用什么呢 用空格 那就意味着我空格隔开就算一行 就算一条记录 然后接着我们 来进行打印 比方说我们就打印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段 当然这个地方由于我们本身切出来就一个字母 所以它是不是自然而然也就是一个字段了 对吧 好 但是我这样打印 你能看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 不过大家看这 C D 发现了吗 C 能打出来 D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A算是一行 B算是一条记录 C和D算一行 但是你到这一嘛 到这一它是用空白符做分割 空白符做分割 C和D之间是不是有个回车呀 回车的话它就认为这算第一个字段 这算第二个字段 你能打定了吧 所以D就不打印了 E E 这有个有个空格 你看我这不小心给加入空格 你看到没有 看 看 那所以E空格 E实际上相当于好 G是不是另一个字 去记录了 对吧 所以它就打印出来了 把这个地方看一下 你看我这隐藏了一个空格 所以我们认为A算是一条记录 B算是一条记录 C和D算是一条记录 E这算是一条记录 是吧 好 就是输入的记录 那当然我这再给它加一下 改一改 比方说我认为 封号 我认为封号是作为 行的 就是记录的封格符 我认为封号作为 记录的封格符 好 现在请问 如果是封号作为记录的封格符 显而易见 这是第一行 这是第一条记录 这是第一条记录 这是第二条记录 这是第三条记录 对不对 这是第四条记录 那awk-v 我们rs 是用封号作为封格符 我们去显示 print 然后说我们去打印 第一个 我们就打印$1 大家看对比一下 你看这是不是 因为$1是不是第一个字段 而$1第一个字段 默认字段和字段的封格符 默认是用空白符的 所以A B算是一行 那空白符作为封格符 是不是A就是$1 那B是不是就$2 当然我这只显示$1 所以光显示A了 那同样道理 C D算是一个完整的记录 然后由于我们默认空白符作为封格符 空白符包括回车换行吧 空白符空格啊 Table件啊 这个回车换行都包括 所以呢你看 这儿C就打印出来了 第一列 那同样道理 E和F EGH 这算一个 那E是第一个 是吧 第一个记录 就打印出来了 GG算是第二 最后一条记录 这就是记录的风格 记录的风格 当然输出记录风格符 我们同样也有一个叫输出的记录风格符 大家注意到输出的时候 它默认怎么输出啊 默认一条条记录 它是不是就是换行了 那换句话说 它输出的时候 就是用换行符作为自记录之间的风格符的 但是我也可以把它指定 放到某一个符号作为输出的风格符 那就是ORS ORS 比方说我们记录的风格符 我们用别的风格符 我不用换行了 那例如我用等号等号等号 把你分开 大家看没有 也可以啊 你像我们DWK 我用-V ORS 那例如-我的输出 我们去显示 我们去显示 DWK 0 0是整个行 看到没有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把这个文件整个的 整个的去打印它的每一行 每一行 DWK不是每一行吗 但是打印的时候呢 我默认输出的时候 是用回车换行作为记录的风格符的 但是我现在不是改了吗 你看我贯个贯 所以你看这个行和下一行之间 是不是就不换行了 有贯个贯把它风格开了 这是可以的 所以它这个叫输出的记录风格符 所以你看这里面涉及到了四个风格符 其中前两个是字段的风格符 一个是输入字段的风格符 输出字段的风格符 后面两个是和记录相关的 一个是输入的记录风格符 一个是输出的记录风格符 能明白了吧 那你现在能不能把这个分区利用率 这个数字再取一下 比方说咱们先把这个设备先过去出来 但是AWK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咱们现在还没说 我们先把它过滤掉 DVSD开头了 过滤掉完了以后 比方说我就要这个数字 以及每个设备的设备名 就设备名和这个数字 分区利用率怎么做呀 AWK后面的就是AWK的事了 直线一下 很简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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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以前曾经用过很多方法来实现 这回用AWK来实现实现 这个命令的实现 它的显示也是很直观的 默认是不是也是空白符 那我是不是用空白符 系统默认AWK就是默认用空白符 作为自断的分割符的 所以都不用写了 那AWK怎么断 Print是啥 $1 $5 但这样做的话 有个大货号 大家看 这是不是还带了个百分号 咱们不想要了 所以你可以前面先用 先用百分号作为风格符可以不可以 对 对 -V 怎么做呢 那这就是应该是谁的风格符啊 是自断的风格符 对不对 自断风格符用Fs 什么作为风格符呢 是用百分号作为风格符 那百分号作为风格符我们只要前面一半是吧 所以我们这是不是就是$1就行了 这不就把百分号就去掉了 右边的都不要了 然后你再去管道一次不就行了吗 用单引号最好 这个地方用单引号 双引号时间也可以啊 不过我们最好一般是用单引号 到这1和到这1235就出来了 你看以后咱们涉及到这些空间的使用 分区利用率去查看 非常方便啊 好 还有 咱们以前有一个http日志 那记得这个文件 其中每一行 注意这个行比较长啊 他换号了 每一行 最前面这个 就是访问的远程主机的IP地址 那现在我就想把这个IP地址取出来 那非常简单了 怎么做呀 AWK 怎么做啊 Print它 你看它是不是空格作为风格活呢 你看没有 是不是空格作为风格活 所以空格作为风格活呢 不是说是默认系统 AWK就认为空白活作为风格活了 所以直接倒点1 超简单 是吧 这比cut什么的方便 感觉 是吧 更方便 好 这是基本的AWK的用法 刚才我们讲了四个相关的变量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变量 看这个叫NF N是number的意思吗 NF是FU的 就是字段的数量 字段的数量 那我想知道 字段有几个字段 比方说ETCPINB 我们用冒号作为风格活 等于冒号 等于冒号 冒号作为字段的风格活 我想知道冒号作为字段的风格活 它分了几个字段呀 看到没有 七个 那是不是它就是把整个每一行冒号隔开 一二三四分了七个字段 分了七个部分 看到没有 都是七个字段 都是七 因为我光打印数量 我没有打印别的 对不对 光打印 那就是七个 大家想过没有 如果我这加个Dollar是啥意思的 最后一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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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就是这个 希尔类型来的最后一个字段 你看这个F不是七的意思吗 那所以DollarNF那不就是Dollar7吗 Dollar7不就是最后一个字段吗 的值 那如果F-1呢 能这样写吗 这样写就不对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不是就是倒数第二个字段 所以以后咱们也不用管它 管它几个字段呢 我如果想查倒数第几个 是不是好简单 我不用去知道它已经有几个字段 我就NF减就行了 哎呀 那咱们以前好像费劲实现的一些功能 现在是不是可以更方便了呀 来取这个 取这个东西 取这个CPU架构 这个CPU架构 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以前好像挺痛苦的 是吧 但是咱们用Sight的做过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有 现在是不是更方便了 咋做呀 咋做 那我就直接管到了 AWK 用F吧 这回F是不是也可以指定 字段的风格红吗 对吧 然后呢 Print 啥 到哪儿 NF-1 NF是倒数第一个吗 那简一不就倒数第二个了吗 这不出来了吗 多方便 当然咱们也得把它合并一下 扫着排下去 然后就那个统计一下 分别有几个 这不就对上了吗 发现咱们学习的工具越来越多 你的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简单了 对啊 越来越简单了 越来越简单了 NF超级有用 那此外呢 除了字段 那么咱们对记录也有变号 Number of record 是吧 这是记录的数量 记录的数量 NR 好 咱们来看 NR 那我这给他加一个 NR是记录的编号 就第几个记录 第几个记录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第一条记录 用户名 第二条记录 用户名 看到没有 加了个行号 不相当于 是吧 当然我们在这 因为行我没有定义 所以行的风格活 是不是就回车换号 就是记录的风格活 没有定义嘛 所以它默认就是行的风格活 好 咱看 现在显示非常 但是呢 如果我这更多个文件啊 跟另外一个文件吧 谁的文件 这个文件 一样 大家看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发现了吗 你发现这是两个文件啊 这两个文件 它放在一块来编号了 发现了吧 那如果想分开编号 也是可以的 NR是两个多个文件 合在一块编号 那分开编也请 用FNR 是不是分开编号 两个文件是不是各自有各自的编号 当然你应该猜到F是不是就文件的意思 Fill 每个文件的各自的记录编号 那接下来还有Fair Name Fair Name这个好理解就是文件名呗 那我这再加一个 各自的文件 有独自的编号 我希望每个文件有打印它的文件名 有一个Fair Name 看上去了吧 这是两个文件吧 从这开始 57之后的 当然我这用的是RNR 所以它是两个混在一块编号了 那我这加上FNR 它就可以两个文件 独立编号 让它看到很清楚 是吧 一个文件一个编号 自己的独立的编号 好 此外AWK它还可以知道 你的AWK命令的参数是几个 对命令来讲 我们一般的命令它的参数 比方说-A-L 这是不是参数 就是选项加参数 对于我们比方说 变了个脚本F1.sh 后面跟上两个字不串 这是不是就算两个参数是吧 当然我们说过 如果跟这两个 那么A算是$0还是$1 $1对不对 $2 然后$0代表什么 $0代表着文件名本身 对不对 文件名本身嘛 就是在share里面$1 $2 $0的含义 还记得吧 好 那在AWK里面 AWK命令 将来我们执行AWK命令 它也有类似的概念 比方说 它的参数有几个 你像我执行这个命令 执行这个命令 它有几个参数呢 你猜猜有几个参数 ARGC就是参数个数的意思 好 那看看有几个参数 三个参数 那就是AWK后面 这是三参数 那三参数分别是谁 第一个参数谁 第二个参数谁 第三个参数是谁呢 好 那咱们这有一个专门的GV数组 这个GV是个数组 它0下标为0的 存放的就是第一个参数 下标为1的存放的是第二个参数 因此 那我们这号称有三个 那是不是应该是 ARGV0 ARGV1 ARGV2 是不是三个参数 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查一查 ARGV0是谁呢 谁是0啊 瞅瞅谁是谁 你猜不到 他认为AWK自己就算第一个参数 那同样道理 1是谁呀 看上了吧 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这就是三个参数 当然再往3还有吗 3没了 因为总共有三个参数 012吗 012 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好 那关于AWK的内置变量 常见的最就几个 能记住吗 那稍后还有自定义变量 咱们也可以来实现 那自定义变量 需要用到专门的纲位选项 来自定义 你们已经呼吁要休息了 行 那我们稍后再讲休息一会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三个参数